親密人家最後一天 今天就要帶你們來一探牧場的 究竟來動物休息的地方 這邊就是馬舅 後面我們來為牠吃早餐 像我這樣子 一味到牠的時候手就要放開了 而且這個馬 其實每個人都有名字 然後牠休息的地方 也有貼心的貼上了牠的名字 像這一隻就是一個小男生 叫做查爾 是不是非常的可愛呢 那不只這樣 好像聽到一個聲音 我們來問一下 哈囉 你這邊手上有放的是 這是巴貝多美羊 然後牠們是剛出生 一到兩個月的小羊 然後牠們比較小 所以牠沒辦法放到外面 因為怕生病什麼的 所以我們要好好照顧牠 然後讓牠長大一點 免疫力比較上升一點之後 再把牠放外面 我們有一個牛仔感 然後就會跟牠一起互動 然後給牠威食這樣 真的牠是很活潑很好動 那等到牠成年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跟牠們見面囉 不只這樣 像我等一下帶你們去看 後面還有一個特別的迷你鯉 也就是這個牧場裡面 叫做Honey 那我們來看一下 牠這個呢 是真的非常地嬌小 那這個Honey呢 牠就是 你這樣靠近牠的時候 可以摸摸牠 牠就會親近你喔 牠其實也是非常的親人 也不害羞的 那不只這樣呢 後面還有這一個 就是我們的牛仔感羊獸的主角 也就是楊妹妹 可以看到呢 牠們在這邊準備敘事待發 等一下就會出去 跟遊客來見面 那連假呢 最後一天 其實來牧場走走 也是不錯的選擇 待會兒